除了雞肉之外 台灣人很喜歡吃牛排 因為現在就發現說 連鎖的牛排店真的業績下下降 一年就有180億的商機 平價牛排是最受歡迎的 這當中就有台中的平價牛排店進軍高雄 結果發現光是假日 一天就可以賣出1800克 甚至有人想要定位 打了74通電話都打不進去 就說了現在如果要定位的話 要兩個月後才吃得到 就是這個嘶嘶的聲音超級誘人 大塊牛肉放上鐵板煎到五顆熟 外香內嫩大口吃肉超過癮 台中的平價牛排一躍進軍高雄 台的人潮臭著平價沒斷過 現場後衛至少兩小時起跳 現在已經1點半了 還沒吃呢 還沒 兩點多錢 還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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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等到小孩去年 平價被你吃過 兩次肉店面 單日就能賣出1800元牛排 假日預約3月底前 已經全客滿 現在想吃至少得等兩個月 有民眾狂摳了74分電話想預約 卻永遠盲線中 根本訂不到 現在的定位大概都要訂到 假日的話大概開始訂3月份的預約 才有辦法訂或者4月份了 牛排現點現做 連鎖牛排店搶平價客 推出實惠的百元餐 16盎司大分量排餐 搭配麵包濃湯飲料暢飲 假日一天能賣出200克 一份排餐 單肉麵統統有 還有專人送餐 評價消費 用料跟服務 不輸給餐廳等級 大概有150到200左右 因為在高雄市的話 應該找不到這樣的家位 我們就是把所有其他的副餐省略 然後回饋給客人 整尾墨西哥龍蝦 撲拌焗 蝦肉的鮮甜 配上起司鹹香 爽脆彈牙 牛排館用深蒙海鮮 搭配羽肉牛排 主打百元海陸餐 不僅一家任選 一份雙拼 還有鐵板麵飯 酥皮濃湯 店內冰淇淋飲料 倡飲分量超飽足 巨霸牛排 一天也能賣出200克 我們都是用鹽肉 沒有在用泡的 那個合成肉品 平均消費都差不多在200上下 果然愛吃牛排 連鎖牛排店 一年就有180億商機 評價牛排的新實力 不容小覷 簡略強配如 高雄報道